嘿朋友们 如果你们来到东京的表生道 那一定要来吃米卡萨的咖啡 这间的舒芙蕾真的太松软可口了 入口即化 好吃惨了 幸运的我们没有等待很久就拿到座位了 由于日本刚刚开放 目前游客还不是很多 像这样口碑超赞的凯飞 一定要提前预约才安全些 不然就白来一趟了 总结一下 在东京没有不预约的凯飞哦 这间店不大 一共八张桌子 我欣赏这店员专业认真的在做舒服了 眼看着松软可口的舒芙蕾就快要做好了 我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在日本旅行每天必喝的就是绿茶 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都超级好喝 这个绿茶拿铁真的太香了 小朋友都停不下来了 两个人一片我一片 好谦虚的在分舒芙蕾 这松松软软的舒芙蕾真的超级嗲 软软的 好像在咬云朵一样 再配上奶油跟哈尼 不知道有多香哦 你们想吃吗 快点来表身道吧